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很多种不同的学科 那么这些学科的知识的学习未必是说将来你的工作当中一定是用得到的 它只是在这个期间对你的大脑发育会有很多的帮助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人去学习外语的原因 那关于这个西班牙的西班牙语的夏令营 它是具体是什么时间举办呢 它是从7月31号到8月25号是为期四周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老师很神奇的老师 他自己呢是精通西班牙语 法语 日语 英语 中文 五门语言的 那么他这个在这个这么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说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他有英语的基础 有法语的基础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四周之内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些比较简单的日常对话 这个我当时听到我是说啊这个真的是很很令人这个这个兴奋的 那去西班牙玩然后去墨西哥玩都不用怕了 不仅是西班牙玩墨西哥玩 我去佛罗里达的时候就发现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有很多人是讲西班牙语 而且还有很多人他们是完全不懂英语就只会西班牙语的 当时在迪斯尼的时候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就是据说是在美国的西南部 他大概是有两千万的这个这个居民 他们是讲西班牙语的 所以呢在就说在美国西班牙语的使用范围 其实是比法语还要更加广泛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 西班牙语是美国的第二大语言 对它也是全球的第三大语言 除了英文和中文以外的第三大语言 所以说这一门语言的学习对于小朋友来讲 其实是说可以开了另外一扇的大门 这个我是觉得很兴奋 我自己的孩子也会去学习西班牙语 那你分享一下你孩子学习西班牙语的一些趣事啊 或者经历吧 他是他是学法语的 他是一直上这个French Immersion的 那么他会在今年的夏天来参加我这个夏年 学习西班牙语 他的西班牙语还只还现在目前还是 还是您我非常就是期待能够看到他四周以后 能够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回来来跟我来跟我讲 是我相信很容易 对对对对因为西班牙语事实上是这种欧洲的各种语言当中来讲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因为他的他和他和这个英文 对他们的其实欧洲很多人我们当时一直都知道 他们很多人都是精通四门语言五门语言六门语言 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语系的 那么他们的词汇啊语法啊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 我们讲如果我现在让我去学一门西班牙语 可能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 他们有英文的基础 他们再去掌握另外一门这种西班牙语 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学习西班牙语在北美的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些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你觉得 应该讲说我们的当我们的孩子 他将来有一天需要考虑就业的时候 他如果说是在这个在加拿大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个国界的局限的话 如果他学会一门西班牙语 那么当他去到美国 他的竞争优势会更加大 他的工作机会也会更加的多 这是这是西班牙语 他为什么就是有些家长会说 我将来希望我的孩子去爬藤啊 然后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美国有所发展啊 对于对于他来说 至少是多了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 对所以说其实北美已经融为一体了 现在的小孩子不单只会法语会英文 我们还要掌握的就是西班牙语 那到时候就是五门三语都精通了 在在你这里学习 而且我觉得一个月之内 能够学到简单的西班牙语交流已经很不错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聘请的这位老师呢 他是他是Upper Canada College的今年的西班牙语获奖的这个学生 然后呢他呢还非常有幸的请到他的这个Upper Canada College的西班牙语的老师呢 来给他做这么一个这个指导员的这么一个工作 所以说呢他而且他是因为他是IB的IB Program的 所以呢他会用IB的这种方式来教授这种西班牙语 加上我们孩子这种本来这种英文的基础啊 那么他在学习这个四个四周之内能够基本的日常对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老师非常有信心 我相信家长们到时候看到了也会非常的惊喜 那除了这个夏令营以外 以后你还会举办这样的类型的一个课程吗 比如说西班牙语啊 甚至会开设法语或者其他的外语呢 我们译中文呢 今年呢就是我们我们主要的方向呢 还是属于中文为主 那么西班牙语呢是应一些家长的这种需求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的一个开 相当于是一个pilot的一个project 那么如果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一批第一批的孩子出来了 然后呢真真真正的在四周之内能够做到 西班牙语的日常的对话的话呢 我相信我们还会继续有这样的项目来开的 那么我们海外的这种华人的家长 我们事实上来到了加拿大 我们应该跳出华人的这个圈子来看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欧洲的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们事实上是同时精通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而我们华人就总觉得 哎 学了你们英语已经很多了 然后再学法语再学西班牙语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语系中间 他们都是相似度非常高 那么就包括英文和法语 他们在他们的词汇量上面 是有70%的相似程度的 那语法上他们也是很相近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当他们将来走出去的时候 他们真正正正正正成为一个北美人 掌握多种语言 这个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那我知道就是大家都非常愿意去学更多的外语 那在这个期间 学生会不会会有一些confused呢 就是语言和语言之间 会不会有一个误导 他们会不会因为他们学多了一个西班牙语 然后法语和西班牙语之间 他们可能有些地方有比较相像 有时候会混淆呢 这个不会这个呢因为孩子在12岁以前 他们事实上他们的大脑中间的这种语言学习的这一块区域是非常活跃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他们是基本上自己是完全可以达到分的 就是区分的非常清楚 我的孩子会英文法文中文 那么他从来没有在跟我讲英文的时候会夹杂法语 也不会再讲法语的时候家长英语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更多的接触到不同的语言 对他们来说是最有益处的 那最后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于这个将要开始的这个西班牙语夏令营 我们今年的西班牙语的夏令营 其实是非常多乐趣的 就是如果有家长朋友在微信群有时常会看到 我们今年有一个1300尺的大的那个充气城堡 就大概有我们演播厅的一半这么大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多的这种手工啊 art这些program 那么小朋友一定在中间会有很多的就是快乐 经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有所收益的暑假 对 所以说不单只是要学好还要玩好 那是一定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户是一个一个的孩子 如果他们不开心 我们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教育做得更好 因为教育一定是要在快乐的情况下做的 就像我们曾经是听过一篇这个泰的这个演讲 他是讲说有一个老师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老师说 你付我的工资是让我来教授知识的 你不是让我来爱孩子的 我没有义我爱孩子 我的职责是在这里教授孩子知识 那么另外一个老师他就跟他讲 你说的很对 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孩子是不会从他不喜欢的那个人里去学到知识的 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营造一个比较快乐的气氛 氛围 让孩子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中间 能够让他的大脑彻彻底底的打开 然后去吸收我们将要给他的这些知识 那通常学习外语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年龄段 你认为哪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最适合学习外语呢 学习外语来讲就是说他在四岁到十二岁之间 怎么讲呢 其实不能完全这么说 其实孩子在任何时间段 就是从小任何时间段 他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对孩子进行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会坐在那里 他就会不断地在说 他可能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他可能只是重复他刚才听到你说的这一句话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无意思的这么一个重复 这样的孩子他通常是非常有许言天分的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能够说是不断地去重复 这个老师教授的这种知识 那么对他在这个十二岁以前 任何一个时间段 他学习语言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应该讲 那我们知道就是学习外语一定要抓紧时间 尤其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黄金时段 我们都知道 那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西班牙语的夏令营又要开启了 所以大家要密切地留意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此结束了 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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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